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聲響起 我是曾志祥 那如果說各位有在昨天去看我們官方粉絲團 FB上面的官方粉絲團 你只要在FB上面打上股聲響起四個字 股票的股 生羊科的聲 飛翔的翔 起床的起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在盤中最即時的動態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投資朋友你有看FB的朋友 昨天我對大盤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所下的標題是順勢交易者的墳墓 對不對 昨天我們也說了 今天如果指數開高上去 千萬別追反而應該站在賣房 今天指數的部分完全符合昨天所在節目 這個FB上面所說的規劃 其實昨天節目也跟各位講過 開上去之後 上漲50點最低下來跌了42點 上下價差將近100點 最終尾盤小跌31點 但是我相信投資朋友最關心的不是這個 最關心的是什麼 最關心的是OTC跌了 整體兩個百分點 投資朋友 看到所有的觀眾朋友請回答我 現在的盤我們跟各位說是什麼格局 區間震盪大區間震盪 當然接下來指數的部分 會有一小段時間進入小區間震盪 但是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看到OTC會覺得 哇 這是崩盤 投資朋友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區間震盪盤 漲多的股票一定會怎麼 一定會殺 這是必然的結果 我想這從上個禮拜 上次就一直跟各位這麼說 其中特別是汽車 上個禮拜 特別還是禮拜五的時間 上次還特別的提醒 汽車概念股 大家上去不要追 反而應該要獲利了解 那是禮拜四 還禮拜五這樣講 來 我們看一個最經典 是不是順勢交易者的墳墓 非常標準 你看你看K線 3665的茂連 順勢交易者的墳墓 標題下的夠不夠漂亮 緊不緊準 除了茂連之外 3552的同志 這是3552的同志 盤終於殺到底 當然 這是一個所謂 為什麼會殺這麼兇 因為這是一個所謂 格局上 節奏的問題 格局的問題 意思是指什麼 當指數 會開始 從過去的多方趨勢 轉變成 這個所謂的 區間震盪盤的時候 自然而然 漲多的股票不會再強 所以您在前陣子 還一直拼命 在買這些強勢的股票 我會說那個是節奏不對 所以我才說是順勢交易者的墳墓 不是這樣嗎 你看3552的同志 1536的核大也是一樣 標準的墳墓 順勢追多 下來 很多股票都這樣 62380勝利 你看它是強勢股 今天就直接一根灌破 3293的星象 對不對 拉上去之後 直接灌下來 3324的雙紅 這個下來是必然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早就有下來 盤再下來 這一根又不過 這一根不過 這邊又代量沒有代量出來 又攻不過去 那自然而然這一定會下來啊 這是雙紅 所以我們先前在做2228劍領的時候 也跟各位講說 你不要一直去追他 但是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的財經節目 這麼多的專業人士 一直在叫各位去追 這些強勢股 我是不曉得用意何在 但是相對於身為一個分析師的責任 本來就是該先領先去做好未來的規劃 不是這樣子嗎 老師朋友 就像這一檔股票 我相信八四三億的會讓各位 有些投資朋友還是有 這兩天一定最關心的 先前一根長黑 3月25號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90塊以下 他是漂亮買點 如果說您是在先前 有跟著拉回一起買這90塊以下的朋友 我們先前拉到100塊附近的時候 也先賣一半 因為另外一半是在等3月營收公告出來 結果3月份營收公告出來 沒有如預期的這麼亮眼的時候 我們在今天一早 把另外一半全部賣掉 這就是操作 但是如果說您在先前是買得這麼高的 買得這麼高的 然後壓回的時候 你沒有去做低階 沒有跟著我們一樣 是拉回買的 你今天叫你賣你會很難賣 你可能賣不下手 你就會想說他4月份營收是如何 那自然而來這是操作的問題 當然我再一次的強調 我們今天做會賺科 第一個賺短線價差之外 最重要另外一個問題是 今天的賣出是因為整個大盤 早上我們看不對的時候 看有一些中小型股 有些怪異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當然先測出來 保護會員朋友的資金 然後接下來會賺科 要不要再買回來 第一個要看他接下來籌碼 整理的狀況 再加上4月接近4 今天4月12號了 4月的下半旬 4月20幾號之後 再來去觀察他 為什麼 因為4月份的營收 5月10號以前會公佈 4月份的營收決定了一切 所以說我們公開的操作 跟各位講得非常清楚 你在FB上面全部都看得到 當然我們整個再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這樣談完之後 你會發現投資朋友 有一件事情 張老師一直在強調 節奏 今天好多股票殺很兇 導致OTC崩盤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張老師從上個禮拜 每天都在跟各位講生計 他今天有跌 4107的方特 410我的東洋 他今天有跌 有事嗎 你覺得這有事嗎 4119的敘附 公開的會員的朋友 朋友的持股 有事嗎 你現在就明白相較於 其他的電子股而言 或者是汽車股而言 你覺得我們上個禮拜 跟各位這樣子的建議 上個禮拜跟各位這樣子的建議 好不好 我們在這個禮拜四的晚上 有一場演講會 歡迎各位來聆聽 我們會教各位 詳細的細節 我們等一下下半段的節目時間 再回過頭來講 廣告時間你休息一下 歡迎來電先預約您的座位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專業讓華信投庫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致富專線02-2392-3988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來節目的現場 好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來講演講會當中 要分享給各位的三大主題 第一大主題是什麼 教各位怎麼去計算 計算什麼 有拿過我們這個大盤分析規劃的投資朋友 你都很清楚 我們在三個禮拜前 就是3月18號 我們已經先算出來 第二季的大盤最大的區間 上架區間8450到8850 那時候送給各位的時候 指數最高8810 我們那時候說 區間上緣是8850 最高8840 差10點就下來 下來之後 連續開始反彈 今天還一度收復這個AK 知朋友 請回答我 拿資料拿出來 區間下緣是多少 8450 知朋友 最低是8436 怎麼算的 只差14點 上面的差10點 下面的差14點 怎麼算 當然是先透露 那是一個所謂的 外資成本結構的問題 怎麼算 三個禮拜前就先預告你 大區間正常 怎麼算 然後張老師再一次提醒 搞不好明天外資會拉指數 這是演講會要交給各位的 第一大主題 第二大主題當然是談什麼 談生技跟品幹 來 3008的大力光 這一條是季線 上升的季線 扣底 目前在這個位置附近 大力光這麼重要 跟品蓋這麼重要 品蓋影響大盤 你說 這麼重要 今天是有帶量收腳 雖然腳短了一點 所以禮拜四晚上演講會 會談品蓋 再來談生技 生技有說過了 生技目前不是全面性的牆 這上禮拜就跟各位講過 1107邦特 41119敘附 4162志勤 今天一根黑K 壞掉了嗎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 耗鼎 當然我手上是沒有耗鼎 這張老師一直從頭到尾都一直跟各位這麼講 每一次我在解耗鼎的時候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耗鼎是沒有營收的 但是它是生技的指標 我們還是要看 不是叫你去買 是要觀察 對不對 耗鼎 只有耗鼎轉強 生技才會全面強 但是當耗鼎 只是一直持續在守在這個位置附近的時候 生技股就是個別的生技表現 這是大致上的方向 但是個別的生技表現當中 有哪幾檔生技股特別強 你可以做 這次禮拜四晚上會特別跟各位談 因為生技股它是有營收的 你知道是敘幅 我這邊有4.1.1.9的敘幅 三月營收年增率141% 比一堆電視過好 是畫夢的嗎 不是畫夢的 打底打多久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各位 禮拜四晚上見 那當然最後 在禮拜四的晚上 我們再特別的提醒 今天好多的股票殺下來 不管是星象也好 不管是雙紅也好 不管是勝利也好 很多的中小型個股 都殺下來 如果你有以上 和今天不小心套住了股票的朋友 把你的股票帶來演講會場 謝謝各位 歡迎來電預約您的座位 在禮拜四晚上的演講會 謝謝各位